四川成都市老龄委曾对全市720名百岁老人进行调查, 美国研究人员也曾对700名百岁老人进行了三年跟踪研究。 这1420名百岁兽星们的饮食、习惯、养生方法等不尽相同。 但是,通过对百岁兽星进行梳理后,你知道他们共性是什么吗? 中外两国研究者都发现,这1420百岁兽星们只有一个共性, 避险行李,也就是人们要知道有害健康的事情不要轻易尝试。 就目前的医学研究水平,已经知道许多不利于健康长寿的因素。 如果老年人能避开这些有害的因素,健康状况会更好,生命会更长。 一、远离死水,俗话说得好,水亭百日自生毒。 水在虎,平等水聚中放置过久,以及酒用之后留下的水垢,都含有对人体不利的物质。 长期饮用,会引起消化系统、神经系统、泌尿系统和遭血系统病变,导致体弱早衰。 二、少吃糖。糖是一种高热量食物,能迅速供给人体能量,但食糖不可过量。 尤其对老年人来说,每日饮食过量的糖,会使血液里的中性脂肪增加。 而中性脂肪会沉着在血管壁上,导致动脉周样硬化、关心病等,加快衰老。 最近医学研究还发现,多食糖会削弱人体白细胞对外界病毒进攻的抵御能力。 三、远床子。 远床首先是指远床子,就是不要沉溺于男欢女爱。 性生活不可过度,适度的性生活才有益健康。 远床的第二层含义,是只要多参加体育运动,不要睡懒觉,整天赖在床上。 多运动锻炼可以有效地预防血管因化极高血压,关心病的发生和发展。 四、少吃药。 医学研究发现,老年人用药不当所致的不良反应越来越多。 老年人的肝肾功能日渐衰弱,对于药物的解毒作用越来越差。 药物残余成分对身体的不良影响也会加重。 各种补药也不例外,老年人因科学合理用药,尽量避免盲目用药。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慢病和癌症的源头。 80%以上的癌症是因环境及生活方式不当所致。 如果避免不良的生活习惯,癌症是可以预防的。 只要把生活习惯改一改,我们还可能多延寿十年。 世界公布的十大长寿生活习惯如下,其实做到并不难。 一、第一名,每天都要吃到绿色蔬菜。 这一点看起来特别容易做到,但有很多人并没有做到。 吃水果蔬菜不仅能补充维生素,矿物质和其他身体必需的营养素,预防肠癌等,还能改善心理状态。 二、第二名,每天坚持睡午觉。 哈佛公共健康学院对2.4万名成年人的研究发现,与不午睡的人相比,午睡的人死于心脏病的可能性会降低百分之四十。 人体除夜晚外,白天也需要睡眠,日间午睡一刻中左右为宜,最好别超过半小时。 三、第三名,一周至少走七小时。 美国自然杂志曾报道称,六十岁以上的人,一周三天,每次步行四十五分钟以上,可预防老年痴呆。 一周步行七小时以上,可降低百分之二十乳腺癌患率,穿一双轻便运动鞋,每天早晚出门走几圈,双腿稳步前行,双臂摆动起来,对心血管乃至全身健康都有好处。 四、第四名,每周保证一条鱼,吃鱼有什么好处? 鱼肉中含大量的Omega-3脂肪酸,有助于改善大脑健康,提高记忆力,对六十五岁以上老年人来说,吃鱼还可降低发生老年痴呆的危险性。 注意,是非油炸鱼,清蒸最好。 五、第五名,少吃点红肉。 英国医学杂志刊登的一项新研究发现,红肉吃得越多,八种疾病的死亡风险就越大,包括癌症、心脏病、呼吸道疾病、中风、糖尿病、阿尔茨海默病、肾病、肝病、肝病。 记住,肉类一天的量就是八十到一百五十克,是肉类的生重,急烹调前的重量,而且要多切丝、片、多顿和征。 六、第六名,做游戏挑战记忆力。 脑子越用越聪明,经常做些挑战记忆力的游戏和活动可延缓大脑衰老。 比如做做字迷游戏,偶尔打打麻将,学一门万语,跳一种新的舞蹈,甚至脚口相堂的动作,都可以让脑部得到更多的血液和营养供应。 这可能会提升记忆能力,延缓大脑衰老。 七、第七名,多做家务。 做家务的好处,你可能想不到。 一篇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论文指出,多做家务可降低死亡风险,而且家务是做得好,说明大脑的规划统筹能力好,把东西收拾还原,也能减缓记忆力衰退,对放松和锻炼大脑都有好处。 八、第八名,把坚果当零食。 与不经常吃或根本不吃坚果的人相比,每周食用几次坚果的人死亡风险会降低,这是因为坚果富含抗氧化剂,纤维和不饱和脂肪酸,它们有助于降低患上心脏病的风险。 九、第九名,多跟别人聊天。 聊天简单嘛,简单,也不简单,看似闲聊,其实对体力和脑力都是种锻炼。 聊天是一个动脑过程,老年人与人交流过程也是锻炼反应和语言能力的脑部训练。 而且,一种美好的心情,比食妇良药更能除去生理上的疲惫和痛处,聊天还能消除忧愁,解除繁闷,这对健康十分重要。 十,第十名,晒晒太阳,晒晒太阳,深深懒腰,呼吸下新鲜空气,想想都美。 建议大家在上午十时前,项午三时后,每天晒三十到六十分钟,十大健康承受习惯,说起来不难,你能全部做到吗? 如果有运动习惯的老人,还要注意以下事项。 运动可以强身健体,但是运动过程中也要注意一些问题。 如果不注意,不光白运动了,还可能损伤身体。 一,运动时间。 锻炼时间并不是越久越好,从时间长度来说,每次锻炼的最佳时长在四十五到六十分钟之间,少于四十五分钟效果会减弱,但于六十分钟不仅没有更高收益,还容易产生负效应。 很多朋友白天没有时间运动,晚上一锻炼就是好几个小时,还有朋友一周七天,天天高强度锻炼,长期如此,会让我们的身体超负荷,造成疲劳,损伤。 另外,还有研究表示,将两小时的运动,分成三次四十分钟的运动和两次六十分钟的运动。 前者消耗的脂肪几乎是后者的七倍,分时端运动,不仅减脂效果更强,还能很好缓解运动带来的肌肉紧绷感和劳累感。 啊,运动强度,长时间,密集,剧烈的运动会增加血液中的皮质醇含量,造成血糖升高,进而导致皮肤弹性下降,出现长斑,长皱纹的现象。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其国内外官方指导意见,中等强度是目前有效运动的最基本要求,怎么判断是否达到中等强度? 看心率,中等运动强度中的最大心率的70%到85%是正常心率,例如一个人安静时的心率是70次每分钟,他中等运动强度的心率大约要达到130次每分钟。 看呼吸,感到呼吸加快,有点喘,但又可以与人正常交谈,若喘得无法正常交谈,即超过了中等运动强度。 由于先天的身体结构,后天的体质状况都是不一样的,因此,能承受的负荷能力也是大不相同,要根据自身条件,慢慢地增加运动的强度,时间,把握好度,避免适得其反。 三,动前热身,动后拉伸,热身会让我们身体的温度升高,肌肉血流量增加,韧性和弹性都会有所提升,关节活动度增加,让机体处于良好的硬气状态,能减少运动损伤的风险。 做完热身运动后并不能马上进行剧烈运动,专项运动的强度同样应该慢慢增加。